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我们有叫月下毒口 上礼拜 我们大家先调一下 先把你们的嗓子调一下 好不好 我们找一个长的一个短的来调 大家换到第15页 好 就把那一首 导播的 天怀 六伏 江湖 在酒行 抽腰 潜水 将中筋 是连一角 用酒梦 诶 那个谁啊 怎么这个嫌抗力不见了 这他们那个 他们是放假了 出国去玩是不是 没有啊 上个礼拜他有过很多 那时候赶路回来 但这个礼拜就没有做错 好 那就寻找一下 我们的学生 来 预备 开始 这样的一首 叫他 帮你 您的学生 quantitative 鸣得清流 博行命 下一首 博精华 鸣龍寒水 萬龍沙 也博精华 君酒家 上路不得忘國婚 鸣龍寒水 萬龍沙 也博精华君酒家 上路不得忘國婚 極感悠 唱乎定花 這個到時候你們都可以表演了 來 那一首 有那個 再翻過來 好 我們唱 丁香酒台歌 劍不劍孤靈 何不劍來講 念天地 志悠悠 獨創蓮裡替蛤 聲音要拉長喔 全財光 戎山 Shane Shattos 遇裝助練過 聞天地 志悠悠 熟通 从天理 Hz 来再对一下 那个杰弗云我们上次有唱过吗 杰弗娃娃娃娃显 杰弗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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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友一个人 来要求他 Bre извест criança 來 換你們唸 來 預備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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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命迴 發照顧 歡樂經迴 愛情等 小眾既是迴 來 春江 發發揚 大家唸一次吧 還記得 這麼長的不要忘 要不然到時候你要表演的時候 我看也只能把這首長一點的標出來了 念 春江 吊水 臉海邊 海上 面滑 曲 吊聲 沿沿水泊千萬里 好處 春江 吳元寧 江流萬傳 叫紅田 骨腳 花臨 該屬前 空裡 流松 復甲揮 天上 別沙 堪不見 江天 一生 五千里 嬌嬌 空中 過萬人 江寬 何人 愁見外 江寬 何人 愁見外 江寬 何人 愁叫人 人生 人生 代代 無窮義 江寬 連連 夢想事 不必 江寬 叫何人 江寬 當天 江寬 順流水 江寬 一片 苦悠悠 清風 補上 不省酒 江寬 隨家 今夜 偏酒酒 好處 上宿 領管流 可憐 流松 滑白海 英教 禮林 總經代 欲好 兩中 喚不苦 都依 真相 不喚來 出席 上夢 不上夢 萬中 萬華 流教軍 奉安 中輝 講不得 武龍 將欲 衰 勝文 早夜 喊潭 夢落花 可憐 春晚 不喚咎 江水 流春 苦欲淨 江寬 六月 向世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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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斜月沉沉,那個長海霧 如果你們在念這首春天花月牙的時候 我們一定用我們的特色雲來念 所有的阿雲都會出來 如果我們用北洋梨來念 那你想,角角空中布月輪 你每一個運會有很多地方 斜月沉沉長海霧 很多有經濟的運會沒辦法出來的 所以有幾個地方你們要特別注意 繳繳空中古元輪,不可以古元輪 年後呢 好處雄書領元流 呼喊來不尊文 元徒瓦華劉教軍 鳳安頂飛講不得 吳龍江浴水新聞 早夜喊談夢露花 可憐春館不犯家 江水流春苦玉金 江湯六月休息霞 寫我甄甄中海霧 夾室小胸無寒露 不得省我吉林鬼 六月妖精完江蘇 好,你們注意 如果我們春江畫月 這是一篇如詩如畫 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 一個很美的古體詩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國語念的話 有很多你的韻完全會壓不出來 那你就不會覺得它很美 你說春江潮水連海坪 海上明月貢朝深 應驗隨波千萬里 何處春江吳月明 你會覺得這樣念起來壓的韻不順 對吧 春江吊水連海坪 海上明月貢朝深 沿沿水波千萬里 何處春江吳月明 你那個 後面壓的韻就會順 所以一定要用我們的 中緣押韻來念 好,我們大家 上次我們表演過了 會唱,大家一起唱 預備 抬頭請胸 免得等一下 等一下氣會轉 預備,開始 對抬頭請 全國歸來念 沿沿水連海坪 海上明月貢朝深 央生麥年 央央水破千万里 何处春港 无我命 港米无我转妖红殿 抹照花凌改如弦 空米流霜 不港云 冰上冰沙坎不见 港天一色五千亭 飘飘空飘 便有舅曼日 港湛敦景地 港湛敦景 أي 港フ redo 人生代代無窘疑 港官連連夢雄心不敵 港我交給人 但見中港送流水 願婚一片苦悠悠 清風無上不生秋 水甲金雅片酒酒 好酒上輸命萬流 好年流上阜白海 迎照臨總經代 永好連中官 古古古都已 今相不返來 出世相逢不相聞 願著官方流教軍 風安中輝公不度 有無量 沾玉水生雲 早雅寒淡夢露花 可憐春冠不煩家 江水流春苦玉 只因江湛 露我悠世世 世我沉沉沉沉沉海風 驚惑是小生 無憾如不滴 生我驚鬼路 活躍今晚感受 春冠花外這首 基本上它是一個真動態的 例如說在江湯你看到月亮 這是暗時的時候 臉上你看到江水 春冠堤水連海邊 那是有一點海水漲潮 把那個姜面 所以那時候在江上是可以平常 所以我們進頭一首的時候你就 春冠堤水連海邊 那這個動囉 海上冰堤我強堤水 為什麼 因為它是為月亮 這樣開始慢慢去 好像吊水 冠水一樣 這樣撲起來 所以 海上冰堤我強堤水 接下來更動囉 艷艷水破千萬里 艷艷水破千萬里 所以你就說不管你是中路夫 你是站在江鼻 看這隻純條月亮 在那邊收酒 剛才你是坐在這純來 那你也坐在那純來 在那時候 江水在那邊上人 那隻純走對不是叉叉的那個什麼 所以那隻純是要撲一下的撲水 所以你入頭前四手的時候 要給它感覺它是完全動態 它這個完全動態 是象徵的說人生代代無共異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生命力 你以為月亮 從暗頭開始一直起起 起到百年至十二點 到天井年了 結果月多了 嚇到點點做海浮 對嗎 又撲起來 撲起來的時候月亮撲起來 什麼東西跑出來 日頭跑出來 所以月亮 從東冰撲起來 從西冰漏 對嗎 我們 你頭也是從東冰撲起來 從西冰漏 所以人家說 我們就說 要用西風 山中出京 他是用西風去出京 我們人也是用西風去出京 我們人也是用西風去哪裡 我們沒有人說 我們一定去西風經路洗來 沒有人說 為遭到東風去 對嗎 要去百風 這些人沒有 往西 這是一個生命的循環 月亮從東邊 東邊代表希望 對不對 日出 那個 月出東山 然後呢 人是續日出生 就是太陽從東邊起 太陽 如果事情不可能的 這件事情我認為不可能 如何 會怎樣 除非怎麼樣 太陽打西邊出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沒有人說太陽打東邊出來 所以說 有希望的是 從東邊 那個 東邊 起來嘛 所以你看台北有那個 有東山高中 對不對 沒有人會有人叫西山高中 因為向西好像是東 要下去的 對吧 這日落西方 對不對 日頭 從東邊出 月亮也是從東邊出 就是太陽那個 從東邊出 出來的時候 到西山高中 可是這一邊 只要再找一個出來 這日頭 從一邊再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循環 這是一個 象徵我們的生命 月亮下去了 看不見月亮 可是太陽出來了 太陽下山了以後 月亮又出來了 所以一個日頭 一個白天 一個晚上 都是在那裡循環 這就是生命的 無窮無盡 所以說 人會死去 人會肉體 會消失 不過我們人 老白是 怕死 孫孫孫 孫孫 一直循環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生命是無窮無盡的 好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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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吉利是有,我們約束後 還是要去臨時期中的某一個所在 這是李廟他自己說,他當作主言主義 但是他因為臨時順口口 最一旦心臨的是什麼人呢? 他會贏,叫贵人 因為贵人不會說話,他的贏也會說話 反正會說話,有時候沒聽過 我們常常說,大家都走貴,但只能看到貴 但是為什麼比較口罰? 人比貴比較口罰 穿插頭衣的人躲在肚子裡面 他都不會說話,你不要去審議就沒事 但是如果不人,有時候你不去審議,他會來審議人 最口罰的是人,不是貴 他做什麼茶頭衣? 茶頭衣喔? 冬茶,冬茶就是茶頭衣 我們只能說,著木頭長衫 還輪不到我們 著木頭長衫 過期,我們人也跳起來的時候 都是穿蚌衣服,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寫? 木頭長衫嘛,木頭長衫就是我們的觀察嘛 阿瑪斯那個鐵棺材的話,是F-1洞式 那那個空軍飛行最常知識的就是F-1洞式 他們有一個名稱叫做鐵棺材 空軍的鐵棺材 講這個鐵棺材 鐵棺材 新竹大街有個故事 冬茶光臉,金冬茶群抗拐 這個鐵棺材通常就是講到F-1洞式 這不要寫出來 F-1洞式 也就是說 不曉得啦 他們因為以前人講到飛機失事 好像這一型的飛機 失事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呢 我覺得其實 其實有些時候 飛機會在放空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些時候我們也沒辦法預測 萬一那個閃電雷擊 有些時候也會跟 因為很多都是那個電子的東西嘛 但是我們不曉得啦 其實很多年輕的飛行員 就是開那個然後就不見了 好 人世間 最可靠的還是自己 還有那個影子 還自己的影子 絕對不會出賣你 來 大家唱一次吧 如果你今天是李牌 其實李牌在官場上 因為他遊戲人間 那他也得罪不少人 可是他得罪人 有些時候是無心的 有些時候是有意的 因為唐朝到了那個 到了唐朝中期 大概從開元 開元有二十 因為唐明皇 他有兩個年號 他剛剛做皇帝的時候 他的年號是開元 這個開元看起來就很好嘛 對不對 唐明皇 唐玄宗的人是年號 可是這個年號 他用了二十四年 這二十四年 是唐朝最強盛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講 那個唐太宗爭光皇帝 他是最強 其實不是 唐朝的盛世 是在武則天跟他這個時候 不是唐太宗的時候 那麼呢 做了二十四年 覺得皇帝做的很那個 覺得自己很棒 所以他就把取了一個年號 叫做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有點囂張 天堡 其實這個年號 你去看開元的話 就是歷經圖治嘛 很努力 皇帝很勤勞 很招勵 所有的朝中的大臣也很認真 所以你去看他這個年號 這是一個非常吉祥 代表欣欣向勞 可是到了這個天堡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叫吃飽了會趁著 保暖絲淫喻 所以天堡在天堡十三年 天堡十三年 大概是天堡十四年的時候 是安禄山造航 然後一造航前後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然後他等到他回來以後 那個再過來就是他的兒子李亨 李亨的話就是唐樹中 好像叫前緣 你叫前緣的話就是有一點振作 希望再把他弄起來 很可惜這個皇帝 他的皇子做了大概五年就死掉了 就壞了 所以說你們看還有歷史上 你們注意用這個字並不是很好 你看宋徽宗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的時候 就被那個匪宋就亡了 他們就被不是被那個軍人全部都抓走了 明朝的匯帝 朱元璋的孫娜 就是那個明匯帝 那個難叫什麼難你知道嗎 明匯帝 然後他的叔叔不是來跟他搶帝位嗎 所以那個叫做 死稱盡難 然後他就不見了 那個明匯帝不見有很多傳說 聽說那天宮中失火 那他跑出去化妝成河上 從此以後就流浪金來 所以為什麼鄭和要六次下激洋 表面上是要宣傳國威 要做貿易 事實上 因為他們都說他可能跑到南洋去 所以這個他為什麼派三寶太監下激洋 他是他最親信的人 他為什麼鄭和下那個 鄭和 他是那個明神主很親信的 而且他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信任宦官太監 派他們去做一些秘密的事情 那你想喔 那個像那個什麼 你注意看有很多 很多皇帝的年號 你看康熙的年號好不好 很好對不對 乾隆的皇帝也很好 可是乾隆那樣就到末期就不好了 可是乾隆的兒子家慶 那個家慶就有一點想要歷經圖治 沒有辦法的 你注意看每一個皇帝的年號 當然我們這個事後資格 你去看他的筆畫 然後去看他那個字的含義 而且這個年號是當時的皇帝 跟大臣研議要取的 並不是說後面的人給他說 你這個叫什麼 不是 也就是說你可以從他那個字 從他那個年號 就可以說看出這個皇帝 是一個是不是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 因為他如果他不喜歡這個年號的話 他就不會用這個年號了 那你像東漢光武帝劉秀 東漢光武帝他劉秀 光護那個就把王莽打敗了 他的年號叫這個 這個很好 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奢華 還是就是很有那個 很有朝氣 因為他拚 他等於說把王莽這些人弄了 然後再把綠林赤棉就統一了 他一定會用這個五字 然後漢武帝這是光武帝 東漢的光武帝劉秀 他這個年號 年號是他死了之後才追風的 可是你看那個漢武帝劉秀的話 他那個年號 他用了好幾個年號 那個叫做什麼 漢武帝的年號 他是第一個有年號的 他第一個年號用劍緣了 中國皇帝第一個有年號的是漢武帝 所以他第一個年號是用劍緣 那麼漢武帝他也用了幾個年號 歷史上的皇帝 通常一個皇帝會用很多個年號 其實年號越多是越不好 可是因為那個漢武帝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 而且他老的是老糊塗對不對 所以有那個秋風詞嘛 他老的老糊塗就害老婆上吊 害兒子自殺 那他那個漢武帝呢 他除了劍緣 我記得他還有 他那個太初曆 還有太初 他都用過這些年號 歷史上只有 新朝的每一個皇帝 他只用一個年號 那因為他是 人家說的那個滿人 不是我們漢族 因為就是一個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 可是我們漢人 人家說的 看那個比較花俏 做久了之後 就想要變變花樣 可是有些時候 那個花樣是越變越糟糕 你好好的開圓不開圓 你弄了個天堡 然後呢最後就 就就 就那不太好了 所以我們給小孩子啊 取名字啊 什麼你筆劃藥社啊 星星啊 那些東西都還是OK 其實你去從這些年號 這很有意思喔 也是可以研究的 每一個皇帝的年號 然後再看看他的那個 這個他在位多久 然後再看他這個任期 他這一任期裡面 到底做的怎麼樣 其實這每一個年號的字裡面 所謂都藏著所謂的天命 不是奇門遁講 其實那根大概都是屬於天命 好 好 花甘一鹅酒 唱一次 預備 開始 花甘一鹅酒 當中無上情 好 這 古百零明滑 對映生三年 我記不改因 映道 這 我代我今天 都賛到了 這是我 得到 那 為 掌 我 無 我 能 来 上次我们有教过 丧英庆的《狗凌凌凌》 第十九页 青春最悠带官带,是你逢花两蕾魂, 来欢酸,什么东西啊,欢酸是什么,欢酸不就是那个酸样吗, 就是我们的那个芒果,小芒果不是爱闻芒果, 也不是木瓜芒果,就是这么小颗的一颗,很好吃的芒果, 好,宋英雄对南台湾的教育非常有贡献,但是他在大陆, 他是为,当初他们,我就说,当初他们,是从我们台湾收屁的时候, 只不过是把说,不要让东陵王朝存在,消灭东陵王朝, 然后把台湾收起来,就把它摆在那里就好了, 他们并没有想把台湾好好的经营,所以派到台湾来的惯例, 所以呢,台大部分,都是在条顶不受欢迎的, 就把它摆在台湾,但是他也不让安宁了, 三年,三年,两年,做一阵子,就还把你抓回去, 所以说,当初送鱼,但是被丢来台湾的官, 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官,因为他们有些就是因为可能不善于为官, 所以长官不喜欢,就把你往偏远的地方丢, 可是反而让他发挥他的能力,像前后来台湾, 这些人都很不错,都是很正派的官吟, 而且他们很重教育,好,你们念一次, 我们再来唱,唱过了吗? 好,念 今秋相遇的皇帝 生氣奉花揚帝 明信王就是諸宿貴 就是那個明條 他們主教的教書 寧靜王啊 叫諸宿貴 哪一個貴 朱宿貴 聽說他長得人高馬大 非常的英俊 非常的英俊 然後他來到這邊 鄭成功死了 然後後來東陵王朝滅亡了之後 他就自殺了 那五個太太也就跟著他就自殺了 所以台南不是有個五徽廟嗎 那寧靜王呢 還有你看那個寧靜王的鏡看到沒有 又看到那個字了 歹命的字 寧靜王的鏡就這個鏡 寧靜王的鏡就這個鏡 我就看到這個字 還有你看台北有個什麼基金會叫 寧捐基金會 寧靜 他是一個好 不是也說 我舉這個名的大概 你說 你不能講說他的命中有雪光之災 不能 這或許是迷信 可是我們去看很多 歷史上的一些重要那個 不管是年號什麼 這個是 事實上都不是很吉祥 他也 他也 以其中的名字也有一個 虎牙的虎牙 然後細菌沒有 沒有那個 就是 動物性子 接著 跑到心臟去 氣氛和缺水差點 然後呢 他也叫什麼鏡 是吧 所以 以後記得 孩子要給名 他也要是你的孫子要給名 是嗎 那 漢年這麼多 不能只挑這句 最好讓這 阿比阿 阿鄉 無憂無情 我跟你說 這補充會苦幾年年 不要去取那些 很冷僻的字 或者是比較不好念的字 真的是這樣子 你如果要覺得他不好 你就把歷史人物搬過來 歷史人物有好的那些字 你都可以用 那個歷史人物裡面 比如說 有一個字叫做 這個字的 還是不要用 雖然它是一塊很好的 木頭 對不對 對 這是一塊很好的木頭 你們只想到那個 請看 那就不要用 那細細是沒辦法 但是名字 那個漢字那麼多 隨便找一個都有嘛 對不對 那那個 好來唱一次 預備 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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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新竹的詩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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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是肺子魂還是尿布疹的魂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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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好 他的那個 不過你們現在都沒有小嬰兒 都沒有小嬰兒 那他是百年老店 從日本時代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新竹的詩人張淳虎 他在年輕的時候為了討生活 他曾經到這一家去做他的帳房 你知道說笑貴 做他的帳 曾經在這一家 曾經在前緣藥房 前緣生藥 應該是生藥房 百年老店 那時候我去迪化街的時候 我就跑到這一家 我就問他說張淳虎的 他說好像聽過他們的前輩老老 阿公八公的 因為張淳虎這個人 在新竹是很有名非常有名 他的後代也發展得不錯 那他自己的詩、畫 還有他對古董 他收藏古文字字畫 這個張淳虎 那是一個很棒的人 我就想到說 他在這一家藥房做過 然後他的生藥都很真 不太會有那個假貨 我上次給他買那個紅生很不錯 還不錯 因為你那個老人家 有些時候你給他吃那個高麗生 可能不適合 你要給他吃那個 吃暗身 像我自己本身如果吃 吃人參 我大概24個小時 眼睛沒辦法病 我不適合吃那個人參 有些人不適合 你就買那個紅生 比較不用那個 我們再來 今天來教一個什麼呢 釣完了以後 你們就可以了 上次我們冰車行交完沒 第二十頁 講完了沒 第二十頁 冰 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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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杖 国宅邀,雅龍赤柱,周熊熟,丁安,丁哀不堅,寒庸佼, 堪依頓著南道口,克星必頌甘魂瀟,有沒有,講到哪裡去了? 忘記了? 好,念吧,孤林林馬瀟瀟,成林共座國宅邀,念 雅龍赤柱,周熊熟,平安不堅,寒庸佼,堪依頓南道口,克星必頌甘魂瀟, 克星必頌甘魂瀟,好,在這裡,枯,念什麼?兩架,那你如果忘記,你就想到 以前那個浩瀟壁琴有一個什麼,枯頌甘魂,那個布袋信裡面不是一個浩瀟壁琴嗎? 過去中南部不是那五指枯木還有一個浩瀟壁琴嗎?拿了一個枯頌甘魂,枯上瀟,兩枯,枯頌甘魂,所以它的特色音量是什麼? 為什麼?枯頌甘魂 那個浩瀟嶸去 Arin,浩瀟,很厚苦嗎?那個枝不鑿鱲、賟一下嗎? 枝頌甘魂瀟哟,怎麼會這樣?我畫一下好像是這樣 就這樣 上面是不是招盆翻 那是一根 這像什麼東西啊 是招盆翻嗎 是不是 是啊 是一根竹子 沒那麼大 那長一點好了 還是叫招盆翻 招盆翻好像不是吧 招盆翻是一根黑色的回來啊 回來啊 不是這樣子嗎 應該不是啦 招盆翻 所以第一次我看到招盆翻的時候 是在布袋戲裡面 浩路就去 對不對 然後後來南部 我們南部就有一陣子很流行 自己的自己的人口不夠 叫外面的人口來到 對嗎 以前我一個同事 住彰化王宮 有一次她的媽媽過世 我們去吊傷 我們辦公室一堆人去吊傷 那一陣子頭就聽到人家去招 招啊 整個市場 招啊 整個市場 還用賣戶 整一陣子頭在王宮那個地方 王宮那個地方 後來那時候去浩路北京 帶到一陣子 他的招盆這樣招 因為我們一般人不會招到這樣負負窮 他讓職業的 人家說唱將 他叫職業的哭將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所以那一陣子 本來就是我們的拓擠音 就是我們的文 音 陀方 垢架 文 興林 分林 興林 彈魂 點 興平 兩 夠借 文 興林 這個行人是誰呢 就是那些當兵的人 不是路人甲也不是路人飲 就是那些參加造集要去當兵的人 要去軍隊 軍隊要移防了 客將 性物不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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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书是生命 乎是理情依高条 乎是理情依高条 乎来调别环鼠边 乎来调别环鼠边 边陵流血上海水 边陵流血上海水 武宏改变依理义 武宏改变依理义 吴咕文 汉咯三中李 汉咯三中李 百周 吴咕文 汉咯三中李 百周 千春万六生经李 中央健父八都李 何生良母母东西 奉獲政兵難過節 奉獲政兵難過節 彼虎不義欠義雞 你不懂得念粵嗎?粵是我們的平方 滑滑粵,這個地方請念雞 知道嗎? 中架水遊文 以負甘情分 請入金蓮東 未休關世兵 冠冠吉吉蘇珠 珠水獎合春 聖地聖南奧 聖地聖南奧 歡喜聖如好 聖如有得甲賊臨 甲賊臨 聖南迷目水北促 聖南迷目水北促 君不見清海條 孤來結婚無人手 孤來結婚無人手 孤幾返婉有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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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音有色生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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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後面很恐怖 他這個地方有孤零零 代表什麼 情況非常緊急 以前的車子的輪胎是什麼做的 木頭 所以木頭 他古時候又沒有那個 柏油路對不對 古時候的路 除了黃沙的路 就是石頭路 所以當木頭的輪胎 在跑得很快的時候 是不是咕嚕咕嚕咕嚕 車零零 馬瘦瘦為什麼 馬會叫 因為跑來跑去 有匹馬在這裡 咕咕咕嚕就叫了 就是這樣叫 為什麼 我用車子 走去咕咕咕咕嚕嚕 都鎖很快 還罵回去 代表什麼 情況緊急 而且來的人很多 來的人很多 每一個人要幹什麼 行靈 就是這些 就像我們現在那個 男生 我們現在男生不是有教育造極嗎 點閱造極 然後現在是真兵 所以每一个人都已经把武器背好了 兴臨、共座、国宅、邀,就是这些军人都已经把那些武器全部都背好了 全部在身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刚结婚的接到召集令要去,就像前面的花木兰一样 要去做兵,对吗? 有的已经怕生孩子、娶婆,反正只要是男人,只要是个大的男人通通要去 谁不用去呢?花老爹不用去 花木兰的爸爸妈妈不用去,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所以压留、施主、祖雄手,为什么? 家里的丈夫要去当兵了,或者是儿子要去当兵了 然后呢,大家去送他,不是欢送,是怎么样呢? 他呢,人爱不见潘洋桥,为什么? 去当兵的人多,去送兵的人也很多 然后到处灰尘洋溢,就整个看不见那个弦洋桥,为什么? 有人去送他可能是骑马车,有钱的人坐马车去 没钱的人两条腿用爬,跑在那黄沙大道上,是不是尘埃滚滚 尘埃滚滚之后,你就看不到送别的地方,在咸阳桥那个地方 所以顶埃不顶,喊用掉 然后这个情况是什么?难道是很高兴吗? 不高兴,所以看一顶就,难道扣 牵一,什么牵一法? 小孩子,爸爸你不要去当兵啊,爸爸你快点回来啊 拉着他的,爸爸的衣服 然后呢,那个老太太呢,那个父母亲呢,在那里顿足 哎呀,为什么是我的儿子要被抓起来,在那顿着我 看一顶,难道就哭了,难道那么高 这不是一家哭啊,是一路哭,家家户户都在哭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了结 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出气就是不见了 有一天他能够回来,那是捡到的 就好像当年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台秦日本兵一样 台湾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哦 有的刚结婚的,有的正在上班的,匆匆去当兵了 那当兵呢,像我们新竹去了这些人 像我们的高家冬瓜茶,他也是台秦日本兵 他回来了,可是跟他一起去,有很多人都没有回来 都没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有贪一顿就难道扣 因为这是生离也是死别 古代的当兵,这一去不知道多少年 虽然花木兰讲说,相伴十二年啦 不知那个木兰是女郎,对不对 那就是代表花木兰代父从军之后 一去就至少去了十二年哦 而且古代没有,古时候通讯很不方便 所以呢,那个谁的那个有一首诗叫做 顾原东旺路满满 顾原东旺路满满 松手六中雷不甘 马上上红湖之品 秉坤怀悟报平安 所以陈加州的诗,董条有一个文林 他去,他当过那个加州赤史 又叫做陈加州 因为那个古时候的人很喜欢 我们中文最喜欢比较起,他不会叫他的名字 他,所以后来有人 我们有时候在古书上你们会看到 陈加州指的就是陈申 他是一个文人,他不是军人 可是他跟着军队到前方去 那么跟着军队到前方的时候 他去当什么?当文书 所以有这一首诗你们看 找得到吗? 好啊 过完,过完,东方路满满 松手两种雷不甘 谢谢大家 这个也是一首反战的 因为在唐朝中后期以后 因为战争 战争呢 军队就根本没有制度 这个人抓去当兵之后呢 本来讲好也没有什么时候 可就都不会放你回来了 所以呢 陈森他在军队里面做幕府 他写了这首诗 他说他看到的是 过完东方漏漏漏 为什么 他在投光影席看到是黄沙漏漏 回首长安的时候 我的家乡长安离是那么的遥远 用路漏漏漏是代表一个空间的距离很长 看到人家要回 松手两个人 两个人 雷不甘 看到人家要回长安 见面看 为什么呢 马雄雄鸿鸿鸿鸿鸣 为什么有一个姓差要到长安去 这个时候呢 在这里驻守的这些军人 不是只有一个人 是一堆人 看到人家要回去 他不能回去 他很难过 而且他说 那能不能拜托你帮我代句话 告诉我在长安的家人 说有马雄雄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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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鸿�鸿�� 某一条街我家告诉我家的人说我在这里很好 看起来很便宜 这非常的悲伤非常的那个可怜 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 看到人家要回去的时候心里那种着急焦虑 可是他不能回去他怎么 我只卑微的请求你带一句话给我的家人 告诉我的家人我现在还活着 我在这里很好 所谓的还活着还很好意味着什么 是现在过了现在 明天还看得到太阳吗?不知道 因为以前的军人 因为逃朝到了末期之后 是很没有制度 抓去当兵就当兵 根本就不可能说放你回去 所以他就像陈森邪的这种看起来 可他为什么松鼠雷尖的 看到人家回去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 怎么办 我知道你要到长安去 可是我是部队住在这里不行 所以我拜托你卑微的请求你 用一个君字 长安 比如说长安哪一条路哪一条巷是我家 拜托你去带一句话 告诉我的家人我很好 叫他们不要烦恼 但事实上这背后是拆了非常的落水 所以这一首你们抄起来 在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的七言结句里面 然后呢 顾完东盟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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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李永久乱不甘 标定 枯完 拼 然後鬆手 拼 坐 拼 拼 坐 坐 拼 馬雄 坐 坐 拼 拼 拼 坐 坐 典軍 拼 拼 團物 拼 坐 坐 拼 拼 全身的詩 其實這首詩事實上是有點對戰爭的反思 因為不斷的戰爭最可憐的都是這些老百姓 還有這些低階的士兵 因為一將功成萬武 我們在這裡講到 他說 開義頓中南東國 克星低雄 乾燥燒 我怎麼知道你去了以後是不是一去不會的 你看到後面十五歲北航河 到了四十隊還繼續在當還在 部隊儀皇又去駐南 甚至在漢朝的岳府寺裡面又講到 十五從軍征八十死得貴 十五歲 十五歲去最邊到八十歲回來 當然這可能是誇張 可是應該也是四十 或許沒有那麼多年 但是至少是幾十年 也就是當時的軍方的那個制度 本來講好做三年的 可能十年都不讓你回來 這亂等於國家很亂沒有制度了 所以當這個國家亂制度沒有的 當兵也不讓你回來怎麼樣的話 那麼最可憐的是老百姓 抄好了沒? 好我們唱一次 好我們說 10six桌 秋天 我點了 不好意思 teens 他們教孩子唐詩唱唐詩 可是好時不時選這首 每一個孩子唱的都笑咪咪 所以唐詩 你要讓孩子唱唐詩 你用背的這樣子 用我們的北京話這樣唸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要唱的時候 要讓孩子上台表演的時候 你總不能讓孩子哭上的臉去 所以你應該要選什麼 春眠不覺曉,處處文體鳥對不對 你選了這一首上去 明明是一個很悲壯的 你讓孩子每一個拿著那個靈魂帶 跳啊跳啊跳啊笑啊笑咪咪 我看了以後真的是 你這老師實在是 要叫小孩表演你也稍微算一下 唐詩390,我們那個詩有很多的 也叫簽家詩你可以找一個 尤其是那個五六歲的孩子 你要讓他台上表演都是很開心的 你絕對不能讓他 像木蘭池就其實是很好表演的 比較長 你像這種東西就不適合讓孩子 在上面又蹦又跳又唱 明明這有點 就不倫不類 來我們唱一次 來預備 我唱一句你們跟你講 唱這一首也是 其實是蠻悲壯的 很遙遠的 唱 很遙遠的 唱 好很很急老 麻雄雄鴻鴻五子彼 麻雄雄鴻五子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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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肚固雄鴻五子彼 固保 平安 好你們休息五分鐘 來兩團鄉民 講完美 你這是那個 五圍的 那個 五圍的運 石灰 是不是 好 好 主啊 平時 法修派 國神有 神聖 神好 陳賀什麼 應該陳賀去吧 不要 你這個回是平身 這個要遮身啊 這句要那個 這要遮身啊 回是平身 要遮身 這個要遮身 好耶 你這首詩寫得很好 所以題目不能叫淺 你要稱它為淺言先生 用也可以啦 他是林讚美 但是林讚美字赫三 赫三 你這首詩寫得不錯喔 林赫三的三哪一個三啊 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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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三嘛 好 你可以審 那個 進 你要用淺言先生 其實也可以 因為淺言是他蓋的 你稱他為淺言先生 也沒 也沒 也不能說不對 好 因為 想到淺言 就一定想到林讚美嘛 好 兩團 鄉立 為什麼要用命 不要用 因為這個查是平身 這個名是赫身 兩團 雍印 講完埋 然後呢 豬娃 聽死 發脾派 酷笑 你要用搖響還是哭響 搖笑 善聲 如果他回來啦 我說如果他回來我 我跟你講 這是笑還是哭 笑 笑 笑聲 不是笑聲 不是 你這個詩寫的意境很好 笑 笑聲 善聲 善聲 善 好 你要回來是不是 可是 第三句的最後一個字 一定要遮身 好 那沒關係我來看 善喔 反的話就遮身了 笑聲 先聲 成好反 勝好善 阿斷 竟相 酒 這1是遮身喔 這1是遮身喔 不用了一杯了 三杯 因為 數字裡面 1234裡面 從1到9 只有3 跟是平身 我們數字裡面 只有3 0 是平身 1 2 4 5 6 7 8 9 10 全部都是遮身 所以我們都講 只有3 3跟0 是平身 其他的全部是遮身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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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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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对不对 减花彩虚 我们作诗要自制推销 所以用减财减财 要不要把你们诗唱一次 两团兄弟 奸万万千 华在世华丘牌 朝向仙行行好欢 啊断定上九三百 林赞梅今天晚上会来梦中 等你敬酒 请你在你的床头前准备三杯酒 万一赞梅先生晚上出现 末田曲 都朝什么 这个 这个字是 你做这身运的 你真厉害 因为这身运的不好做 梦里映画行博国 脈田曲感 多造博 雄贤 中离 亚文权心是不是 西 亚韻心什么 心心 传心吧 可是传是不是 评生啊 这个地方要赤生啊 没错啊 赤赤平平啊 亚映应该是亚映心传吧 他是亞運船星 你用星星很奇怪啊 你要用這個船吧 憑著你有顧好 對不對 船星星船都可以 你還真是厲害 我說你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都不太做 遮身運的是 我在練習 你在練習 對 因為我們一般比賽 遮身運的很少人做 大部分 你看唐師三百首 你們大部分還是憑身運 為什麼遮身運 不過就是憑這個排列方式 他有他的 按照他的那個表 他那個 對他這裡有那個遮身運 我當時有把遮身運的譜也有寫出來 你這個就是遮起遮運 遮起遮運的話 五言遮起遮運 七言遮起遮運 對 對他是那個遮取遮運 你們看第十一頁 那這個誰呢 我當時也做了一首就是 兩葉無眠尋玉兔 那一首是我寫的 我就寫了那一首當那個樣板 因為我找不到那個標準的 我就自己把它做一首那個標準的在上面 這個崇嶺居室就是我 阿端居室在那裡 你們自己 這一首是那個遮起遮運 這個標準是遮 遮起遮運 他這個阿端很厲害 他可以把那個 所以你這個時候 若天取見 都遮不 都朝還是遮 遮高的遮是不是 遮不 遮不 蒙嶺煙花 這是三點水還是土字糖 這個 對 這個火字糖 北郭煙 煙雨 它那個煙雨的煙是火 好 蒙嶺 蒙嶺煙花行博國 好 麥天骨幹多糙薄 鄉天 骨幹多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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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遮身 遮身 遮身 曲骨幹多糙薄 你第二句上面要 平平遮遮 那因為遮 第一個字 一三五不論 第一個字的話 遮身可以轉平身 沒有關係 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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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平平 所以我在這裡不是有跟你說 七元結句 定期七元 每句的第一個字 第三個字 第五個字 可憑這互換 但第五個字 盡量不要換 因為換 都給你換光光了 風里煙花行博國 還有一個為什麼 因為遮身韻的詩 我們要吟唱的時候 因為它後面都是遮身 要收音的時候不好收 平身 壓平身韻的時候 因為我們通常 我們唱歌的在收尾的時候 都會盡量會拉長 會讓它這樣順順 這樣溜滑梯這樣溜下去 但是呢 你去看唐詩三百首裡面 做這套聲音的真的不多 你看 我還沒唱過 那這個字 後面就知道 那一首 哪一首 不會是他 你就後面不能拉 不能拉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氣會被憋著 可是有些时候为了唱起来顺的话 还是跟他拉一下好了 我看这首怎么唱的 让我上汉 奉你烟花行博国 力电窍甘土造博 向前中你甲浑贵 我甄团是永乐 最后还是要拉一下 厉害了 你真的厉害了 来各位把今天花的那一个 我们先拿来念他一念 阿端很厉害 后起之秀 阿端不就是你吗 所以你必须 每一个礼拜 至少你可以一天写一首 一个礼拜就会有七首 或一个礼拜写个三首 那一年有五十几个礼拜 就像五十周的话 你就写一百多首 两年之后你就可以出书了 人家那个唐诗三百首 我们是阿端三百首 不是不可能 我们这个年龄写诗最好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体验 融到湿的里面去 我们不会无病呻吟 来 念一下 那个谁 卫龙你念 拿出来 送 用风筝末 幼金棉 对 船纸会输船呗 那个五百五千 五千五千 五千五千 五千 五千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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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放在旁邊用的功能比較大天 好女孩好這條 壞女孩不如沒有 學好三年 學派三年 學派三年 好三年 不如學主帝 教練的便 教練的療癒室 生理療療 生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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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腦 對擦腦 會怕借錢 會怕借錢 好 這個有些時候也是一種生活體驗 他這個裡面有一些 本來是詩 那一首是一首七元結句 但是好像那個 可是雖然是我們常常會引用一些古人的詩句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有一些比較白話 十年 收得 當選 度 典年 收得 共 今 年 這是講人要珍惜緣分 有緣才會在一起 然後 生錢會付 生肝賣賣賣賣賣 人要是節儉的話 就是一塊錢一塊錢 然後錢一到兩餘 兩餘到信餘 所以你慢慢的勤儉就會自負 但是寵兒子的話 可能將來會把你的家產慢慢的敗掉了 對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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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他們說種好水果要賣的時候 並不是水果長很多就讓它長 它有些東西必須要摘掉 它的養分才會夠才會充足 那同樣的那個小孩子 你如果從小不跟他飆 不跟他好好教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像樣的人 生小孩不是小孩 小孩才是小孩 沒有錯 要生就是肚子痛一痛就生了 可是養孩子為什麼同樣都這樣 你看那個嬰兒皇的小孩 每一個都非常的可愛 可是為什麼抱回去養 各家長出來的孩子就不一樣 同樣的都是兩個眼睛一個鼻子 問題是有的變成龍 有的變成鳳 有的變成貓 有的變成鼠 所以養孩子是小孩 那是要花工夫的 不是給他吃飽就沒事了 要花腦筋去教去雕 你看我們以前在教小孩的時候 像我就是有點刻意 跟我姐就是給我的孩子從小聽那個警廣 不給他聽中廣 警廣講的話比較緩和 那個時候 中廣講的話很快速度很快 所以我的孩子呢 你訓練起來以後 我那三個男的女的就是口齒親戚 他們對聲音的敏感度會很好 那你看那個小孩子出生二十幾天的孩子 你拿那個彩色的紙給他看 他的手腳一直動 你如果拿黑白的紙給他看 那個他就不會動沒有反應 所以事實上養小孩還是 還是要用心 然後還是有技巧 怎麼樣去導引他 就像我的孩子每天晚上睡覺 我就問他說 你長大做什麼 阿忠你長大做什麼 那很小時候他不會講 我就告訴他 你要做好人做好事 要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然後再大一點 我就要賺錢給媽媽用 每天晚上睡覺 我就一定要練那 阿忠你長大做什麼 做好人做好事 他的話 我就後來就告訴他 你要當醫生 然後我那個女兒 我沒有家長 我就說你要做好人做好事 然後後面一定嫁下去 賺錢給媽媽用 所以他們現在都知道 以後長大一定要賺錢給我用 那是從小 一兩歲的時候一直灌輸 每天晚上睡覺都要問他 你以後長大要做什麼 這個其實真的是有技巧的 所以後來我兒子真的 那時候他考第一次考上清大 他不念的時候 第二次考高雄的藥學系的時候 我說算了去念啦 不要再考了 他就非要當醫生不可 第三次總算了 好不容易 填牙醫 那時候我說你不是要當醫生嗎 他說牙醫分數比中醫高 因為他把分數照自願牌 後來就跑去牙醫 要不然他只不過鐵中醫的話 他就直接到那個中醫去 其實所以要不然你要跟你們的媳婦 什麼那個講 跟你們的後輩講 真的在他那一兩歲兩三歲 每天這樣子念他 有用 真的會有用 然後呢 新的放一邊 用的用的說得比較大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像我們在社會處上班 常常有人 我之前不是告訴你媽媽 台灣不知道這種人多不多 我知道有一對夫婦 除了生孩子 走到每一個縣市都要生一個小孩 然後生完了 像那個就在我們馬監院 生完人就跑了 找不到人了 最後那個孩子呢 就是政府 等於說我們大家納稅人 你們的納稅人的錢 要幫他養 結果人這麼不負責任 不過通常這樣的 我們會 我們的市政府 就會變成他的監護人 最後呢 這麼小的孩子怎麼辦呢 那父母也不知道 跑到哪裡去了 生完人就跑了 就不要了 那最後就把他出養到國外 我們很多 我們都常常把這樣的孩子 都出養到國外 以後他也不會再回來 就現在人的價值觀念很怪 要生一無期 要生 然後不養 然後也不工作 生了就這裡丟那裡丟 好 好 老子家 毛起頭 排兒子 不如我 就是那個 之前我也跟你講過 一個朋友 一個萬坦 看到人家端午節 人家子女 媳婦 孫子都回來了 結果他在萬坦 生了好幾個兒子 結果他說肉臟整天 要吃沒有半額 槍斃的槍斃 坐牢的坐牢 通氣的通氣 那你生那么多干什么 你没有好好的养 不如就不要你 二后三年 二后三对时 就是说你要一个人要学好 要修炼不容易 这是要功夫要时间 可是人要变坏很容易 那更简单你们去看 看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很辛苦 盖一个房子大楼恐怕都要一年 再大一点的恐怕要两年 可是当这个公寓大楼老的时候 要换的时候 现在怎么看 现在不是用怪手去推 我看国外不是都是把房好炸药 然后算好的 一下子几分钟的人就整个就下来了 人也是一样 学坏是很快的 要学好很不容易 要意志力 要意志力去操强 好产的不如好吃的 种了再多的田地 或者是你家富有千 还不如你生了一个成才的孩子 你有那么多财产 如果孩子不成才 那也是以后也是白搭 只要狗也会贏花生 这个就是有点讲很绝望的 就是那种很不好的人 人家说这个人非常的糟糕 根本怎么教都教不会 狗像白痴也是狗对吗 狗穿衣也是狗 所以狗如果狗就会贏花生 看过狗拿扇子没有 除了马戏团之外狗怎么拿扇子 狗是可以站起来走路没错 可是那只是一下子而已 肯定狗是狗是狗是狗不好 肯定狗是狗是狗 但是现在不一定是肯定狗 人也肯定很乖 对不对 人只要宠的话就会似宠而交 男的女的都一样 所以什么东西都刚刚好 不能过度 会怕走路 不怕走路 听医生讲 孩子最多是到一岁八个月会走路 通常我们现在会走路的 不是都十个月十一个月吗 其实真正要小孩子会走路 最好是一定要超过周岁以后才走路 他的骨骼发育才会好 也有人九个多月会走路 那台湾人的一个习惯 就是太早走路会不好命 会牵牙拔走大路 会很劳碌命 会很歹命 可是他说会怕走路 不怕走路 他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经验 正常孩子会走路 大概从一岁一个月开始会 最慢也要到 最慢就是一岁七个月 那之前我问过医生 他大概是一岁八个月 好大家念一次吧 十年收得冬孙度 百年收得共金年 第二个 第二个 生质的父 第三个 来 再过来 尬哪一遍 像他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生活体验 生活的经验 看人家在养小孩 这个孩子从一周岁开始会走路 所以正常大概都是 10个月 其实10个月9个月真的太早 有时候骨头都会歪掉 而且很不好 所以那个孩子慢走路 其实越慢走路是越好 除非他有毛病 超过一岁7个月还不会走 不过像他们这样子的走 那骨骼都会很好 这就是一种事 所以我们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 你要抱他 不要逼着他说爱走爱走 其实真的不要 时间到了就会走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上 下周我们把那个冰车琴上完 好 好 Ну 这个 Sco 这